请收看 汇律法师 佛学讲座 要给医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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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做了行医行的好久了 本来要升院长 医院的院长 结果没有升了 换 换比他年轻的 他在那间医院里已经很久的老医生了 选院长竟然没有升 选一个年轻的 他非常的不服气 论他的协力啊 论他的品格啊 论他的年资啊 都够 结果 来找汇律法师啊 找师父啊 我就跟他讲啊 得 得到的东西不一定好 吃掉的东西也不一定不好 你要冷静 不要牢骚 不要抱怨 哎 听了师父的指示啊 回去啊 有一点点体会 但是体会不出来 这明明我是院长的资格 为什么会这样子 哎 结果这个年轻人一跳 医学院的院长哦 跳 那结果人家要开刀 要开刀啊 指定要院长开刀 结果这个年轻的院长就去开刀 但是这个麻醉师啊 这个麻醉师啊 不会用麻醉啊 用的太重 不适合这个病人的体质 这一下子 这一下子 死掉了 死掉了 哇 他赶快 死掉了 这院长要护子了 这太糟了啊 开始啊 法院 库告 医疗纠纷 医疗纷纷啊 哎 他很高兴的来找师父啦 哎呀师父谢谢你 啊 你告诉我 得到的东西并不一定好 失去的东西并不一定不好 我没有当院长 要不然这一次就换我了 医死人啊 医死人啊 我说,我感觉,不理也气差,我感觉,所以这个世间就是这样子的,得,是,要看开一点,知道吗?要看开一点。